看起来憨憨的老虎 真实战斗力有多恐怖 俗话说狮子手大门 老虎做中堂 在同等体型下 狮子很难是老虎的对手 因为烫头的始终打不过纹身的 打架时就专门薅你头 谁见了都害怕 别看老虎长得怕 那可是飙肥体壮 一头成年老虎体重可超过500斤 小掌一拍力量就超过一顿 三个壮汉一起杀 最多也就撑云他 可唯独那个二傻子说上就上 要知道老虎的全属性都很强 能跑能又能上树 能打能跳能rap 除了飞其他堪称全能 它们爆发力非常强 只跳得最远的猫科动物 冲刺速度下能跳个八米远 就算你躲到篮球框上 也能把你拍下来 由于受影视剧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老虎不会爬树 其实连笨笨的熊都能树上跑 何况作为森林之王的老虎 它们爬树速度堪比猴子 只是人家压根没必要爬树 一不掏鸟蛋 二没天敌 而且树也不一定承受得住它的体重 要是你倒霉遇到它 你是打也打不过 跑又跑不了 不是祈祷它已经吃饱 就是让自己躺着哀响点 最后 要是遇到老虎 你会怎么办呢